近日,江苏疾控通过研究,确认了全球首例HTN4禽流感病例,这是全球首次证实HTN4禽流感病毒可导致严重的人类感染。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,长洲市第三人民,就通过长洲市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网络,向长洲疾控中心报送过一例重症肺炎病人样本。 经加苏省疾控中心检测,确认了长洲疾控的检验结果,并经纪业测序检测,判定为疑似流感病毒HTN4亚型。 此前,干亚型在全球范围内上无人类感染的报道,尽管这仅仅是个案,但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,感染这HTN4禽流感会发生什么,吃鸡肉鸡蛋还安全吗? 该如何预防?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什么是禽流感? 人感染禽流感是由于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人类疾病,它是由假禽流感病毒的一种架型,也称禽流感病,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。 禽流感病毒一般感染其类,当病毒在复制过程中发生基因状态,而获得感染人的能力后,才能造成人的感染。 它常常感染鸟类,也可感染人,猪、马、水雕和海洋哺乳动物。 目前已经被国际受益局定为假类传染病,又趁针性基温或欧洲基温,此前发现能直接感染人的禽流感病毒亚天为H5N1、H9N2、H7N9、H7N7、H7N2、H7N3、H7N1和H9N9亚星等。 这次又发现了H7N4氢也可感染人类,人是怎样感染上H7N4氢流感的。 传染病流行的基本三个基本环节是传染源、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。 因此,家禽带有H7N4氢流感病毒是传染源,人与家禽的接触是传播途径,但人是如何感染的尚不清楚。 流行病学调查和分子溯源分析认为,该病毒很可能引擎,通过感染野外散养的家禽,进而跨肿传播到人。 病毒基因进化分析提示,该病毒的H7基因来源自欧亚西野鸟,而非来自H7N9病毒。 人患上禽流感会有哪些症状? 人感染禽流感的潜伏期一般为1-3天,多在7天以内。 其主要临床表现外,体病级,早期的表现主要为发热,肠胃高热,气温在39度以上, 可半有咳嗽、流涕、鼻色、咽痛、肌肉坏痛和全身不适等,也可出现恶心、腹痛、腹性、吸血氧病等消化到症状。 严重的病人会出现肺炎、胸门和呼吸困难等表现。 可快速进化为急行呼吸窘迫综合症、浓毒血症、感染性休克、出现心、肾等多种脏气缩节,而导致死亡。 人感染禽流感死亡率较高,应该引起重视。 人与人之间会传染禽流感吗? 目前仅仅经禽类传染给人而导致发病的病例, 上无确切证据正是H7N4禽流感病毒是否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传播? 吃鸡肉和鸡蛋会传染禽流感吗? 由于禽流感病毒不能耐受高温,在65度的环境下, 加热30分钟或煮沸,100度2分钟以上,就可以杀死病毒。 因此,完全熟透的家禽、豬肉等是可以食用的。 但禽流感对低温抵抗力较强,在4度的环境中,可存活一个月时间。 因此,接触家禽是要注意消毒。 带血的鸡肉千万不要食用,吃火锅的时候要充分煮透后才能食用。 因此,只要我们充分加热,完全煮熟,鸡肉和鸡蛋是可以放心食用的。 应该如何预防禽流感? 一、提高肌体的免疫力,平时应加强身体锻炼,加强营养,注意休息,保证充分的睡眠,避免过度劳累。 二、保值良好的个人卫生,注意个人卫生,做得勤洗手。 打喷气或咳嗽是眼珠口鼻,外出拼提常戴口罩,尤其出现打喷气,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时,更应该戴口罩,防止传染给别人,也是对自己的防护。 接触家禽后,应及时彻底洗手和消毒相关工具。 三、避免到公共场所,保持室内空气流通,流行期间应消去空气不流通的地方,对年老体弱折。 患有疾处病者,在呼吸道传染病刚发时期,应尽量减少去空气不流通和人群拥挤的场所,防止被传染疾病。 四、及时报告,发现传染病及时报告,是每个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。 五、仅仅减少与禽畜的接触,在已经发现疫情的地方,应尽量避免接触禽类,尤其是病死的家禽,使用禽肉蛋和鸡蛋时要充分煮熟。 六、生熟食物要分开,在处理食物的时候,要注意生熟食物分开,当手部有破损处理肉类时,应该配戴手套。 七、及时就诊,发现有类似流感症状,就要及时就诊,以免耽误病情。 尽管人感染HTN4仅仅是个案,但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。 记住,只要我们加强预防工作,全流感是可以预防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